大家好 欢迎收看 大家好 请投资 今天盘式的一个走势 很明显的 开一个平盘 然后下跌95点 尾盘拉高变小跌45点 它就是在震荡整理 它有走空吗 最近应该很多人会跟你说 这个盘是涨假的 因为都只有在涨台积电 真的是如此吗 那今天台积电 跌5块半 那为什么我们家的股票 再涨 307的齐鸿 昨天盘中大涨8% 尾盘小红 我说我没卖 今天大涨5% 另外一档矽晶圆的合金 昨天低机期的合金可以买 今天大涨4%以上 这一档半导体设备的星云 也是我们家的股票 一开盘就锁涨停 这个盘是空头吗 美国盘也是如此 不是只有台湾盘 是一个震荡走坚的盘式 尤其是所谓的一个 道琼指数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你来看一下 道琼在礼拜一的晚上 开高走低 很多人一定认为说 这盘很烂 道琼要往下做修正了 但我说整一个道琼 一个走势的礼拜一 试图封闭这个缺口 虽然第一次没有完全封闭 但是接下来第二次它会封闭 昨天晚上它有没有封闭 所以我在礼拜二的节目告诉你 道琼它是会越来越强的 讲完之后隔天 道琼大涨556点了 我们告诉你 这个缺口不是压力 它会创新高的 它会过前颇高的 讲完之后 昨天你跟道琼 有没有封闭这个缺口 缺口完全回补 琼老师在解盘 喜欢跟你讲未来 喜欢跟你解未来盘式 美国股市是既深又广的一个市场 如果美国我盘 我都看得那么精准了 台股这个潜贴性市场 当然就难不倒我 所以缺口回补之后 前颇的高点它不会是高点 至于美国的科技股 NASDAQ的指数 礼拜一样 大涨200多点变 跌200多点 我说顶多开始震荡整理 强势多方格局 它不会一夕反转 你放心好了 所以当天 你看其他的分析师 对美国的科技股或是道琼 哪一位分析的比我还准 你自己去评断 它是不是开始震荡整理 它要走空吗 你看一下 礼拜的一个晚上 美国科技股开低走高 大涨97点 昨天美国科技股又涨61点 有走空吗 顶多是震荡 震荡整理依然是往上走高 盘间的格局不是美国盘是如此 台股也是这样子 所以呢 今天一开场牌 给你的一个结论 其实是在告诉你 连台积电跟其他电子股也在轮动轮涨 台积电在涨 可能其他电子股在休息 因为台积电的一个全值比重比较重 那今天台积电跌 那其他的电子股包含我们家的股票就涨 所以我之前就跟你讲过了 目前盘式操作难度虽然稍微升高 你只要掌握住肋骨轮动轮涨的一个节奏 你一样可以赚取非常可观的利润 就是同这一档星云半导底设备的 7月9号 我说出现这样的天亮攻击 我说形态突破了 该追就追 当天我有买 当天我一定有买 当天我是用追的没有错 追完之后有亮灯 那我告诉过你 长线大底 我不是看它一根涨停板而已 你忘记了 一样同样是半导底设备的一个宜特 7月11号我开始布局的 它是不是一样长线大底 这个长线大底 从7月1号的宜特开始布局 到我们获利法党 12345678 一套资金停留在宜特八个交易日 卖出43% 43% 怎么进的怎么出的 我已经交代过了 所以当这一档 星云一样是长线大底的 你认为只有涨7月9号 那一根涨停板而已吗 该追就追 对 追完之后 今天你所看到的 星云一开盘亮灯 55块钱 你们看到 恭喜全国的普通会员 这档股票 志秦老师普通会员持股 普通会员的一个入位门槛最低 人数当然也最多了 我不是只有7月9号那一天 有告诉会员可以买 当星云股价回档修正 我这边有没有告诉会员可以进场 全国的普通会员来跟秦老师对时对价 当7月10号大盘数跌了119点 我为我们在9点58分告诉你星云 半导体设备供应商的 公共守者新经会员趁他回档 51块半以下分批买 经过一分钟股价在50.8 你去对价 51块半以下保证定成交 是不是 当他的长线大底建构完成了 这一天没有买 跌下的过程要不要买 要不要买 逢低成绩啊 我不是常跟你讲吗 当一档股票没有涨完 新经会员你就不要客气 那是你再度低接上市的机会 秦老师的反市场操作 喜欢在大盘跌 个股回档来到之声 告诉会员做卡位的动作 所以7月10号的一个星云 大盘跌119点 星云跟着回档 一样买进低接 全国的普通会员 帮秦老师做见证 所以整一个星云的一个架构 今天赚涨停 合情合理 对 合情合理 重点是一开盘就锁涨停 为什么可以那么抢 秦老师选的股票 我选的股票 记不记哦 我选的股票 你如果在他没有冲出去之前 跟我卡位 有时候你会来不及买 当他冲出去之后 你就不敢买了 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整一个星云的架构 当他长线大底 足底完成之后 所给你利润 绝对不是只有 当时候第一天7月9号买的 跟涨停 以及今天一开盘的 锁涨停而已 当时候一特 那个底部完成 长线大底完成 八天超过四成 所以这行情 有那么困难吗 难在于你可能接收了 很多错误的资讯 很多的分析师 适势而非 是不是 你自己去评断 这个不用 我幸好是在家里点名 我只是告诉你 操作难度 虽然稍微升高的盘势 不然是台股的一个结构 或者是美国目前 电子股科技股的结构 震荡整理 但最终的结果 它会走高 昨天大半数不是创新高吗 来到12320吗 难道这是涨假的吗 这档奇红 散热模组的 7月13号离 8月1形态突破 我说可以买 买在44.4 这时间价位都跟你对过了 保证电子交 当初在40.35 市价买一定买得到 买完之后 有没有大涨8.1% 礼拜二的一个奇红 回档 平板以下 44.85再买 买完之后 收在45块钱 创波段高 昨天的奇红 大涨8.3% 收盘变小涨而已 我昨天已经告诉过你了 我没有卖 对不对 你一定觉得有点可惜嘛 尤其是我的会员 一档股票该怎么操作 如果有破断利润 我就不会短线冲来冲去 我当时一支高票 本来可以赚五成了 就是你这样穿来穿去 变赚5%就没有了 高票你穿到没去 你知道吗 所以会员在看我节目 也在跟我对视对加 我如果要呼啰电视机的观众 我就在这边告诉你 昨天的奇红 拉高我先卖一趟 好漂亮 有够赞 有够漂亮 但是我不干这种事情嘛 诚信实在是我的坚持跟原则 会员在看我节目吗 也是在跟我对家 这种事情我做不出 没有卖就是没有卖啊 什么是诚信 什么是实在 昨天他是大涨8.3%之后 几乎压回到平盘附近 哪一个飞行师 有这样的一个勇气 有这样实力告诉你 他奇红是没有卖的 就只有在下我 是不是 那今天奇红涨还跌 大盘今天跌啊 跌45点啊 对盘中还跌了90几点 奇红有跌吗 大涨半根 大涨半根啊 所以一档股票 如果会走高 我要给你是 波段获利的空间 一个展现 股票市场上可以致富的 是波段操作 不是每天冲来冲去啊 没那么厉害啦 真的没那么厉害 以我20.0一个操盘经验 你想在股票市场上 得到一个可观财务 一个结果的 一定是要眼光的看法 让你的财务产生一个 波段的获利空间 省时又省力啊 四半功倍是 波段操作出来的 一个效果 所以今天奇红表现也不错啊 大盘跌45点 涨啊 没有跌啊 难道不是我们家的持股吗 左翰告诉你 一档股票 他涨还跌 那回档八天啊 2468 回档八天出现转值的买点吗 难道相对低档支撑啊 这档股票是哪一档 我本来要告诉你 他的基本面 联发科的职工师 我如果说这档股票 是联发科的职工师 大部分应该猜得到 对不对 有时候要保留一下 给我们的会员嘛 是不是 所以这档股票 总是跌啊 不是涨啊 联发科的职工师是哪一档 6533的金星科啊 一档股票 回档 会告诉你进场的 当然是庆隆老师 才有这样的人耐嘛 昨天金星科 他跌 黑鸡棒耶 142你敢不敢买 你敢买吗 今天金星科 最高涨到147啊 盘中最高涨了5块钱啊 什么是讲在昨天 让你印证在今天 什么是低风险的一个操作 什么是反市场逢低沉接的一个操作 我最近很用心在选股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一些涨到天上的股票 我不会带你去追了 没有意义 你也不敢重压 但是当一档股票 强势格局 尾档修正 来到支撑 那就是你再度跟我上次的机会 这个股票是这样啊 现在是不是多头行情 绝对是 多头行情 回档 看支撑 昨天的金星科 支撑是不是来了 八天是不是要转折 142很好买啊 买了之后 今天大盘 跌45点啊 它涨了 它涨了 所以这个盘 是涨假的吗 这个盘是涨台积电吗 台积电跟其他电子股之间 还是轮动轮涨的一个架构 今天盘 回档修正 震荡整理过程当中 我们家的股票表现突不突出 所以呢 有一档股票 一样 是回档的 六天黑鸡棒 跌啊 你敢不敢买 这档股票 5G的相关盖利股票 这档股票 当我一掀开 又是名门正派的极油股 我只是告诉你 清老师介绍的股票 基本面非常的棒 当它上去之后回档 来到相对低档之声 你想不想跟清老师 一起并肩作战 逢低沉皆 筹码面是很干净的 你看像这一镜的一个融资一额 出厂的相当漂亮 有基本面 有技术性的支撑 买点 以及加上清老师的一个专业实力 这样的股票 你好好地跟我来布局 相信未来波段利润 是属于你我之间 共同创造出来一个效果 今天其实蛮高兴的 盘 盘间 我们的股票是越来越强 特别推出双重好礼大放送 两个礼物送给你 一个是比照旧会员的一个续约跟升级的方案 另外一个八月一号起算 因为最近的盘难度稍微高 监老师多送你半个月 我多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两大好礼 我就给你两天的时间 就只有这两天 你如果真的有需要了 尽快打电话进来 谢谢大家 再来回到节目的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轻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一输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成了顾蔡老师 双重好礼大放送 旧会员续约升级优惠 加会期从8月1号起算 现时优惠两天 现时优惠两天 穿在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据检及据测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 酒驾拟忽略 内政部警察署温馨宁 欢迎我们到节目现场 昨天这一档风电的尚未投控 基本远好不好 六元收年长率高达83% 没有因为疫情的影响 而往下衰退 而是往上成长的 既有股啊 所以股价往上走高 合理啊 那还有没有高点 还有没有高点 昨天出现1万多张的一个新天量 我说一量线价钱概念 它当然还有高点 其实我之前跟你讲过啦 出现新天量未必有高点哦 它还要符合其他的一个条件 但是 只要我下出这个结论 代表我对这档股票的其他条件 我都已经看过了 懂我的意思吗 那至于它是符合其他什么条件 容我保留一下 好不好 因为其他分析师也在看我节目 也想跟我学功夫嘛 所以这个吃饭的家伙 保留给我的会员啊 结论很重要 既然出现新天量还有高点 所以昨天一个上尾 这边来不及买吗 掌停打开可不不买 昨天 盘不是开高走低吗 杀下来这边刚好可以进场啊 是不是 那今天一个上尾表现如何 好像不怎么样 平平啊 尾盘涨一块钱啊 那今天平板一下可不不买 我昨天就告诉你还有高点啊 那今天有低点要不要进场嘛 我经常跟你说嘛 一档股票没有走完 那有低点你要不要上车 今天11点15分 上尾嘛 恐龙守者新会员101附近买 16分我把股价印下来在100 你继续对时对价 101保证一定买得到 几乎人都可以买在100附近啊 不然就100.5嘛 所以101一定买得到啊 平板一下 当时候盘再跌啊 当时候盘几乎是今天的最低点附近啊 你敢进场吗 震荡整理的过程 我不是常常告诉你吗 急杀找买点啊 操作难度虽然很高 但是 你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法 如果对 今天买在这个位置 会赚钱呢 感谢 今天尚维 你如果跟我买在101 这个平板以下的低点 有没有赚钱 有没有赚钱 收盘是103啊 很有探机吗 什么想在前面 让你印证在后面 价格式的分析 有一定的一个门路跟水准 你只要锁定好我的节目 跟上我的讯息 帮你保平安啊 会很难操作吗 很难操作是因为指数没有冲出去啊 对 指数冲出去 当然很好赚啊 那指数没有冲出去 之前的盘是呢 南盘见高手 你要不要跟这高手一起来作战 金老师是不是高手 你自己评断一下啊 所以上尾是封电的 那这档四季钢 一样是封电族群的 极有股啊 你看一下它基本面 六云收年长率高达232% 比上尾更棒 232%成长两倍 这档股票其实我之前做了两趟 还记得吗 对这边做两趟啊 第二趟的卖点93啊 你这卖 93卖完之后现在第一档啊 第一档形态突破可不不买回 可不不买进卖回啊 嗯 这边是卖点嘛 93啊 现在今天最低是86啊 形态突破基本面又漂亮 又跟上尾一样是封电族群的干预股票 可不不进场 所以 持股要懂集中化 不要去乱枪打鸟 不要见一档挨一档 不要听了太多的一个错误资讯 对吧 人家给你補一支 你就买一支 你敢有那么多钱 资金分散的效果 你买十档 对一两档 七八档是错的 你也是了解啊 敢有好 所以切老师这边的投资主委的规划 相当的严谨 你是我会员 不管是普惠特惠春龙都那样 可以做股票 两三支股票 有得你贪了啦 做了一支股票 你会做那么多档 就是因为你每做一档 每套一档嘛 所以越买越多嘛 你有没有跟过这样的分析师 不负责任啊 对套了就丢着 终于没有看见 白烂 可以这样子吗 所以当目前的行情 在一个起伏上下的过程 你要特别的用心 到底什么样的资讯 你接收到跟着动作 会得到一个比较漂亮的效果 眼睛 血亮一点啊 你看看这档合金 我怎么规划的 我是趁他上去之后回档 告诉你 如果来到这根红铁棒支撑 站在买方嘛 细金元的合金啊 五月营收 一样往上怎么高啊 所以呢 我有带你去追高吗 你们看到清小生的 用心的一个操盘 不是胡乱 为了表演 掌顶板 带会员去乱追高 我不是一个人的 我是趁一档股票 回档的时候 告诉你可以买啊 7月9号的预告 来到这一根红铁棒叫支撑 你就可以站在买方 隔天7月10号来了 来到35块半啊 要会低接啊 没有错吧 那昨天呢 昨天合金呢 他已经除息完1块8嘛 积极更低啊 那我昨天已经跟你讲过了 他怀源坚持股价里加 其实没什么跌 没什么跌啊 是不是 那积极更低的合金 那是不是更可以逢低成接 所以昨天的合金的一个架构 33.9一样可以买啊 这时间价位 你去对嘛 新晋会员 昨天33.9附近是不是能要卖 买了之后 当然会走高嘛 那今天合金 有没有表现 非常的一个亮丽 大涨4.1%啊 大盘跌45点啊 那今天我们家的股票 为什么都那么突出 嗯 像是研究团队 有没有办法拉你一把 帮助到你制成规划 所以整个合金的一个架构 低风险的一个操作啊 股票上涨我不会去追啊 我一档修正 这边买这边买啊 不是吗 你不是喜欢低风险的操作吗 难道你要喜欢高风险的一个操作吗 对不对 跟你预告来到这边可以买啊 还原全职啊 左边这边是不是可以买 没什么跌啊 今天不是上去不是都赚钱了吗 从这一根开始买的啊 这边是不是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时期 这样不是上去了吗 是不是 所以另外一档 系军云的中美金 我的预告买点你家 礼拜还没来 我说来了要会出手啊 来了要会出手啊 这样中美金呢 来了我就会出手 目前我是还没有出手的啊 把握第一个时间点上次的机会 就如同这一档新云 长线大抵完成 天亮攻击 形态突破 该买该追就追 第一个时间没有买了 全国的普通会员 帮秦老师做见证 7月10号大盘跌119点 我们告诉你 51逢低再度买进低阶 今天表现如何 今天表现叫做 一开盘就亮灯锁掌停 来到破断高 恭喜全国的普通会员 秦老师对待每个等级会员 一视同仁 所以呢 不管你至今 用多少来跟秦老师配合 我们给你持股 大概就三档左右 持股三档集中化 活力的效果 你会看到什么是 倍数获利的一个成长 的一个绩效出来 所以呢今天很高兴 很多档股票 表现都比大凡强势 特别要送出两个礼物 双重好礼大放送 其中一项大礼士 比照旧会员的一个续业跟升级 这很清楚吧 另外一项好礼呢 8月1号才起算 我多给你两个礼拜时间 我多给你两个礼拜时间 两大礼物 就只有两天的时间 这两天请你务必把握 金老师所推出的双重好礼的一个专案 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成龙股蔡老师 双重好礼大放送 旧会员续约升级优惠 加会期从8月1号起算 现实就会两天 现实就会两天 刷在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成龙股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公有二十年 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 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物流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待尽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小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 感谢 0800-868-365 0800-868-36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